各种精致模型能现场了解制作工艺 5万元档的全彩消费级光固化设备亮相 3D打印与古老主导工艺施辣法的强妙融合 量产超高精度手势 FDM实现1200毫米每秒打印速度的三角洲打印机 咖啡扎PLA CMYK自由混出任意颜色的树脂 高刃PIPA等等材料 都让我这个3D打印玩家眼前亮了又亮 Hello大家好 我是爱玩 今天首要来到全球最大3D打印展之一 From Next 咱们一块进去看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先来看看设备的亮点 这台成型尺寸能到300毫米直径 高279毫米的三角洲打印机 打印速度1000毫米每秒 即将上线 超大流量 三秒钟你们猜它的发售价是多少 3 2 1 2799 2799 还有一截圆锥 如果422那一截圆锥的话 我们的整个成型体积是 FY500乘一个550 它的速度也是1000毫米每秒 它的是600 600啊 如果你今天就下定 说4299 里面还有一款长得非常科幻的打印机 从销售人员介绍 这是消费级3D打印的地表最强速度 1200毫米每秒 带了风箱 能够支持更多需要环境温度控制的耗材 第二个震惊我的 是来自拓远科技 即将上线的全彩光光化机器 要知道这之前 国内做全彩光光化的 也只有赛哪三维的设备 价格要大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如果不是大体量的公司 将全彩光光化设备 只能多个小型的工作室 共用一台设备才比较划算 而这台设备 五万一呗 对 桌面其实 这太夸张了 打印出来就是带颜色的 只需要清洗着表面的支撑 就可以得到成品了 无需涂装 个人玩家即将迎来 在家完成全彩打印的时代 渗新的光光化设备 流水线主打一个尺寸大 用的方便 光光化设备 我其实会更关注后处理的阶段 渗新的方案是 可以连着成型品材 直接放到清洗箱里 密封的超声波清洗机 里面的金属网 兜住模型 清洗后的液体 可以自动从底下的水管排出 全程不用占手去清理 三绿这里提供了一个 拓出AMS一代的升级方案 只需要拆底部四颗螺丝 换一个上盖 就能变成一个带主动烘干功能 而且能设置自动烘干模式 边打印边烘干的干燥箱 三级染硬耗材方面 也有不少亮点 我们现在来到 大家熟悉的K加耗材去看看 Kexo的一些新品 竟然不只是新的耗材颜色 而是真的混合了对应的物料 茶渣系列和康师傅合作 混入了真的茶渣 能闻到一点点茶叶的这种茶香 如果你不喜欢茶 喜欢咖啡 也有咖啡炸系列 还有混合了竹纤维的斑布系列 打印通的模型更具木质感 这耗材的混合真的很有意思 不过有个疑问 会不会容易 嘴头以及参数上 有没有额外的设置 正常来说这两款 就是Coffee和Tea 常规的PLA参数就可以 这个竹纤维它添加了一个 历经更大的竹粉 它可能需要在喷嘴上 会选取一个更大一点 如对模型性能的要求 这还提供了祖然PTG材料 高韧性高容量的TMPP 防水耐腐实 观念它还达到了 食品接触安全标准 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工业用途 更多日用产品的创作 也有了更大发挥空间 TPU柔性材料 能制作很多有趣内容 但是一般打印 都会有这种光面的效果 有时会显得没有质感 K家推出了哑光TPU线材 TPU95AM 还有保留TPU特点 兼具优异发泡性能 TPU90ALW 这打印的鞋感觉像编织出来的一样 多色打印之后 这换到的耗材 也算是一个回收方案 就是一些装饰号 高达也还挺有质感 高达感觉是现在 三约打印完蛋必打了 三绿推出了CMYK浑色竖指 你可以直接在PS里边取色 查看参数 照着调色就可以了 理论上你有了这五屏耗材 就能得到任意颜色的耗材了 还有这个消费级光光发设备 就能打印的弹性竖指 好有弹性 同时在我这里看到很多精致的AP角色模型 我更吸引我的是他们铸造用的绿蜡数字等 结合施蜡法制作的精美手势 这是小女生 绳子上面那个金桌子 打出来之后直接倒石膏 就变成铜了 不拆出来啊 石膏会融掉啊 然后做完再给它每一个取下来 就变成金桌子了 模型精度能到0.1毫米 刚到铸造模具里高温加热 3D两银的蜡膜就会气化蒸发 留下空心的模具 这时候再将金属液体倒进去 冷去后就可以得到这样精致的手势了 范茨可的斩架上陈列了很多微缩模型 超级精致 做到这些细小的零件 再细心也容易有一些意外 导致模型破损开裂 这时候他们的光固化补涂就能拍上用法了 像橡皮镜一样补在需要修复的位置 紫外线灯照一下 模型的缺陷就修复了 它的使用在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有分享过 不过这次我发现了另外的实用修复工具 牙膏补涂 可以像挤牙膏一样涂在模型表面 它的流动性更好 擅长填补模型表面的细温 那这个好像有适合FDM的 当然了也是可以的 用这个涂在表面再照射 FDM模型也能获得光滑的表面 在范茨可这白嫖到一些补涂 如果玩光固化的朋友 FDM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补件 然后可以用这些补涂 10个朋友在评论区抽出 比非3D甲印的工具也越来越多 之前我们三维扫描仪去扫描车辆 表情设备效率可能还是有限 支箱光电的这套扫描设备 就拿了一个全套 即使扫描黑色的零件 上面不用任何识别点 就可以获得一个精准的模型 创想三维的扫描 也在线下第一次体验 除了能够高精度捕捉模型表面细节 开启单线模式 扫描工业键的孔洞 能直接穿过开孔 现场体验穿过孔洞 扫描到模型内部 超过10厘米深的空间 内外表面都能快速逆向建模 AI建模工具 Triple AI的展位啥也没放 只有一台电脑 因为只需要一张图 就能生成高精度的模型了 甚至你直接用语音或者文字告诉他 他都能自动去生成 非常方便 逛的时候还看到 这个很火爆的机械结构 他的原作者是日本的灵木丸无 他做了非常多的机械结构设计 巧妙而精致 做这也来到了本次展会 刚好有机会做了一个现场采访 逛展的过程里 还遇到了匹克的创新总监黄征老师 比如说原来你买鞋 将来如果你打印机够成熟的话 我们可以比如说 你就买一个搜索档案 然后你的尺码 然后你的脚型 然后我们匹克设计的产品 然后你直接下载打印 这是我们未来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 3D打印的玩家可能会更多参与到里面 这可能是两种人群 一个是穿搭类的 一个是这种DIY玩家 提到鞋 全场最不一样的展位 就是玻璃生活馆 其他家都在展示材料机器 他家带来了大量的3D打印成品鞋 现场售卖 弹性很大 脚感也非常好 绝对透气 而且质量很轻 一年多以前就看到 太家在做3D打印球鞋 现在款式也是越来越多 是一个非常棒的3D打印转化项目 这些鞋的功能和造型 也是其他制作方法无可替代的 展位上也展示了 他们打印完鞋 机械臂实现自动换盘连续打印 最后再来看各品牌 带来了精致的3D打印展品 看看是否会给你带来灵感 随着更高效 更精致的智能制造技术出现 更多传统设计思路会被打破 对材料性能更出色 加工更简单的3D打印方式取代 设计师们也只有不断的综合了解各种新技术 融合到自己的知识库中 才能创造出更多独一无二的作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对From Next 3D打印展的逛展总结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好玩的科技创意内容 咱们下一期见